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节目点赞里面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语 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少少二维码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读报了时间 德国之称 郑州富士康员工暴动遭到镇压 鸿海正式有暴力行为 他用暴动这两个字 这是10月23号 鸿海集团发表 郑州富士康群聚事件说明 证明那个地方有发生暴力事件 当然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短视频 22号 23号 大批的工人试图冲出工厂园区 当局调了大量的特警 双方发生冲突 有人点燃了工厂大门 动用了催泪弹殴打了员工 也有员工被抓 那个事情有两天 这个事 快手的直播也有这个视频 示威的工人棍棒砸 有关的监控镜头 倒汇窗户 等等的事情 那么这个呢 当然有很多的诱因 很多的媒体的报道 当然各地的特警 也调到了这个厂区的进行声援和澳援 关于这个问题 当然呢 海外的媒体的沸沸扬扬 有很多的评论 美国之音 特别呢 摘取了一些推特上的中国 就是说 共产威权就像法西斯 这是很极端的一个批评 警察殴打 富士康的围情工人 引起了乐意 这是康奈尔大学的工业和劳工关系的教授 外国人 伊莱夫里曼 他的推特上写 郑州富士康的起义 可能是多年来中国最重要的一场工人的反抗 那么研究威权主义的纽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吉亚特 他说 共产主义 威权国家的确不是工人的天堂 在威权和亚伯尔每个人上 他更像是法西斯的威权主义 这非常极端的批评 那么也有一些人呢 目光看见没有说话的苹果 批评苹果不帮助保护工人的权益 这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说 苹果发声明 请警察不要殴打 制造他们产品的工人了吗 美国当然有个什么人权组织 叫尼伟平 他说苹果必须立刻调查 采取人权方面的精进责任等等 密斯康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敏 看来都是中国人 华人的身份 也许我们并不去拨切需要新手机 记得几周前河南官员的各个村招募工人 需要就此负责的包括 富士康苹果和中国政府 纽约时报也有各种报道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权益受侵犯的功能 不少人是来自中国体制内 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学院教授高树超 他说如果结合纽约时报记者 常哲之前的报道说 许多新工人是当地政府雇佣的军队 退伍军人和共产党员的话 那就很有意思了 好了 跟疫情有关 加拿大新闻网说 广东多地抢建方昌医院 费来县下令签募征地 国务院护总理站好最后拜港的孙春南 指示要加快方昌医院的建设 广东现在多地方抢建方昌 网传捷阳市的惠来县 有一个红头文件我们看到了 省委要求每个县必须有一个方昌 征用土地号召村民紧急签募 这事情 广东还有几个省都在加大力度 兴建筹建方昌医院 在南沙区 八万张的广州蓝沙健康驿站项目 一有不得了 征程也有 有网民表示 把建方昌比为重大建设很骄傲吗 有网民呼吁请停止折磨人民 这个说法比较多了 我们昨天也谈到了 这个是 西北一个城市 有一个穿蓝色衣服的工人 被人家用镜压住镜 加拿大新闻网也谈到 太原市城管也贵亚货车司机 乐观众 那么公安跟局委 监委介入调查 这个事情呢 轻易地用他们的拨头了 压住人的警部这个事件 越来越多 他们都忘了有新媒体的记录 英国BBC 谈到了20条事实 10天来感染急增 分析指民众态度不一 社会存在失恋 那么现在来讲呢 就是20条之后的疫情的升温 中国单日的新病例 连续突破两万例 北京 广州 重庆等大城市 成为疫情最严峻的地区 那这个来讲 根据有关的数字 全国新增的感染者 超过两万八千例 北京 新增的感染人数 将近一千五百例 美国耶鲁的 耶鲁大学的全球健康 政策经济学副教授叫陈希 不是中总部的陈希 他对BBC说 北京疫情的好转钱 还会巨蟹的恶化 20条的本质是什么呢 20条本质 能来是坚持动态清零下 尝试政策的优化 但是各个部门 确划协调 甚至相互矛盾的新冠防控措施 可能严重影响 中国整体的疫情应对的战略 目前的医疗体系 还没有完成准备 一旦协调不利 感染危重症的病人就会增加 给医疗体系 来的超负荷压力的情况下 死亡率就不可避免会增加 而且目前中国的 中央老年龄的加强症的 施打率大致停止不前 情况令人担忧 那么现在死亡病例 基本上有基础病的老人 那么目前来讲 中国的情况是 越需要打疫苗的人群 施打率就越低 因为现在出现了很普遍的抗疫的疲劳 由于病毒对不同人群造成的不同的威胁 年轻人倾向于放开 中老年的倾向于支持保守和谨慎 那么这里面不同行业的冲击不一样 说全面持续严厉的新冠病毒控制措施 将有撕裂社会的风险 德国之声 一霸不能 中国的防疫清零还能撑多久 他说尽管动态清零政策 并没有实际放松 中国各地的新冠感染数字 还在增加 对经济和社会民生 哪里无一系的担心的扩大 官方的抗疫措施 面对越来越多人的质疑和零星的反抗 华广 也谈到了北京 也实际上的封控 天安门广场气氛疏杀 专家说中国深陷清零的陷阱 北京人说受够了 现在非必要不出门 非必要不上厕所 非必要不如何如何 反正北京现在不得了 有几十万和几百万的北京人被隔离在家中 很多人都说受不了 那么这个不叫隔离 或者不叫封城的封城 远远不是北京所独特的情况 其他地方北京上海郑州 好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中国有些地方持续的封锁 从没有对外宣布 比如说内蒙古 西藏和新疆 有些自治区的城市已经说了好几个月 世界新闻网谈了北京的封控 北京住宅小区的封控 让大家无家可归 讲的是那些外卖的那些孩子们 街头流浪三天 这里面基本上是有十五个人 这个骑手在外流浪三天 天寒地冻他要求得到帮助 结果他所属的平台就安排到酒店路住 相关会宴是由他们的平台负责 不利用新媒体呼吁 他们可能就挨动 然后挨饿在街头露宿 华尔街日报谈论是 波克的一个实路 机器人正在接管中国的工厂 中国工厂安装机器人的输入 几乎一个媲美 全球其他地区的总和 但是在自动化领域 中国能在迎头追管其他工业经济体 这华尔街日报说 为什么中国会转向 转向对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去年的中国在工厂里 配备的机器人人数 几乎相当于全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根据行业组织国际机器人联合论的新数据 2021年运往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出货量 比上一年增加了45% 而且部署在工厂里的机器人 属于可编程式多用途的设备 可用于电子产品车辆自动化生产 还能够生制造金属和塑料的部件 但是新加坡 新加坡是员工人均拥有机器人数量 第二多的国家 仅次于韩国 凭级先进的机器人和3D打印机 惠普公司在新加坡的生产线 极大程度的实现的自动化 节省了约20%的生产成本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请那么多的机器人呢 就是可怕 富士康郑州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人事的暴动 会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机器人取而代之 这样是个假设 法广 卡塔尔的世界杯观众不戴口罩之后 中国人越来越对比 越可能很愤懑 世界已经跟病毒共存 电视上转播了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 在观众不戴口罩的画面 让乐爱国际足球赛 但至今没有办法出国访问的 贪关球的中国人 喊到很愤怒 这个广州居民的一个博客 这个世界一些人在现场观看 世界杯不需要戴口罩 而另外一些人被封锁在自己家里 已经好几个月了 他说是谁盗走了我的生活 我不会告诉你 我们知道是谁 但不说 就是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隔离在家庭 以无数不戴口罩的自由人群 庆贺卡塔尔世界杯比赛的画面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有个在山西的一个网友说 世界杯让大多数中国人看到了 国外进展发生的现实 从而为自己的国家的经济 和年轻人的命运感到担心 那么现在很多地方都出现了 跟这个当局相对状的 防疫抗疫措施的一个游行示威 而一些冲撞 好了 来谈谈李克强 从柬埔寨回去以后 从曼谷回去以后 李克强主持国务院常务员会 实时降准保持流通性的合理充裕 那么也就是要站好最后一班港 一个国常会 那主要谈的是 快实际的降准的时候 是不是到 就是这一周 中国大陆的实时 实度的降准 会不会就在这一周出现 李克强 很快过了明年三月后呢 李克强的课就不见了 就像李强两个节 法广 那么谈政治的 那当然是吴国光的观点 吴国光的出席 台湾清华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线上 座谈会 他谈到 认为习家军全面掌权 也会快速的分化 那中国大师后 习家军全面的掌权 以及不生的事实 美国斯坦福大学 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的 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分析 当代习家军 又会快速分化 形成新的党内的派系 党内无派 叫做千奇百怪 那中央社是这么说 吴国光说 习家军是跟习近平 在生活当中各种不同关联组成的队伍 包括来自红二代的家庭关联 陕西下乡 福建浙江 上海等旧部 徐家军的队伍十分壮大 但是一个壮大的队伍将会分化 吴国光认为 随着习近平把江浙民胡锦涛的派系 基本是从政策上赶进杀绝 彻底边缘化后 习家军内部就像高度的分化 因为他看到了彭丽媛的影响力 不断扩展 陈西的影响也相当明显 李强进入国务院后 也会组建一些能够帮助他做事的人马 吴国光以未来的国务院做分析 李强来自浙江 何立峰来自福建 丁薛祥来自上海 三个人互互相干 各自对习近平有单独管道 或者以联系 各自有各自的队伍和人马 习家军的分化是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所愿意看到的分化 因为他需要内部互相有所制衡 他不愿意看到是国务院都是李强的人 他想维持最后的裁判权 让他们互相监督 向他报告 他判断未来五年 中国高层会加快年轻化 习家军各派都会争相拉拔 拉拢提拔自己的人马 那么新的派系就会快速的崛起 吴国光的观点 好了不谈吴国光 谈中国的老人们 这纽约时报一个特稿 不带孙子要当网红 中国老年人的网上重新定义衰老 他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老年人 通过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爆红 在中国互联网这个角落 八十多岁人的唱歌 七十多岁人的跳摊梗 满头白话 时尚达人自信走秀 向数百万粉丝示范化妆的技巧 甚至还有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 他只是坐在那玩 使命召唤等电玩的游戏 中国六十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超过了二点六亿 是世界上的老 连人口最多增长最快的国家 这些人将有一半 有一半以上的人上网 其中一些人选择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 而另外一些人则只是想找一些乐子 许多人觉得粉丝就是一种陪伴 可以缓解原来孤独的生活 他们属于新一代的中国退休人群 跟以前的人相比 没有那么多孙辈 而且财务自由 可以追求自己的爱好 并且网上分享他们的经历 那么这些歌手舞手 偶然成名的人 是全球老年化社区的一部分 他们新南接受了社群 社群媒体的潮起 而偶尔的潮落 有着他们当子女的时候 一个刻板的印象 老年人是这样 成年的子女工作时 祖父母应该留在家里 帮助超时家务 打扫卫生 做饭 照料 儿孙 孙辈 对一些退休老年人 完全不用考虑孙辈 因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 不想结婚 甚至选择不组织家庭 独立 是很多网红老年人这个主题 他们反对老年人应该在退休 或留在家中 帮助抚养下一代的想法 而中国的老年人 有冲突的时间的往上 打发他们的时间 进行新的创效性的尝试 当然成功也有挑战 有些老年人粉饰很多 结果经纪公司给他们派任务 完不成就没有了 这就是中国的另外一种老年人 他们不幼国幼民 也没有权利去幼国幼民 他们就当网红去了 对 好了 这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故事康郑州厂区工人群体 跟厂方和特警冲突的视频 在海外的社交比较 频繁了大规模的传播 这是近年来郑州吸引国际社会 瞩目的又一次重大的新闻 郑州看来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目前有很大的难度 导致这次群体性大规模 冲突的诱因很多 跟厂区的管理后勤保障 以及承诺没有兑现等因素有关 当然也有些未经证实的传言 没有得到及时的澄清 但是放置在当前的防控 疫情大背景下 我们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 小乱不断 大乱未必 但几少成多 构成隐患的前提 其实已经基本具备 新媒体助长的这个事件 基底部的传播 被当局忽略的传播发酵的功能 我们不忘了这么一句话 叫勇气 是会传染 第二 疫情防控造成的风控疲劳 已然是普遍现象 各地大兴土木兴建 方舱医院 意识着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 还将持续 而且京东名村的疫情 恐怕也会出现新的反复 世界杯赛场 让我们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而中国的防疫抗疫方面的 一成不变 一意孤行 对正常的社会运营 经济民生所造成的打击 不仅显而易见 而且似乎有明显日益的 明显的志愿因素 现在真的是欲罢不能进退两难 好像陷入了另外一个怪圈 让外界对清零政策核实了 多了很多的担心和质疑 第三 吴国光的观点只是在 原历不明不白播客的 蒙缩版的表达 这当然也是一般政治观察家 在政治学研究基础上的判断 这样的判断相信习近平也了解 最高权力成绩 完全力平和 斗争哲学 显然习近平远比他父亲 要得心拥走得多 在清除一栏而胜一栏 和平说 现在中国的权力结构 是一人独尊百家争宠 有他一定的道理 但坦白说 大部分的老百姓不太在乎 你们要去分什么派 有什么山头 更在乎自己的切身利益 是不是受损 没有饭吃 没有房住 没有地种 没有工作 老百姓就会造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落实不到辞处 是没有人愿意跟你去打造什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这个道理很浅显 但你不一定真的明白 老杨可以说 看老杨到处说